好 那我們剛剛把我們幾個必要零件都把它畫出來了 我們這裡還插一個滾輪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開一個組合鍵 然後一樣開新檔 從建立一個組合鍵 因為我們把所有的零件都湊在一起 我們先開一個下蓋 先確認一下 開一個下蓋 然後我們在這邊有插入組合鍵 插入零組件 我們插入我們的 我們剛剛有一個上蓋 我們得插入 好 找個位置 把它好好放一下 確定 點一下 OK 好 所以我們就這邊有組合兩個了 然後我們還需要一個是插入零組件 插入一個零組件的蓋板 好 插入 OK 好 所以我們大概有一些 形態就有了 好 那這個蓋板我們可以 這邊有固定 固定代表說這個地方動不了 我們這個蓋板讓它活動一下 把它點成浮動 所以我們蓋板要稍微把它讓它 因為這個比較小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回到我們基準面 好 我們回到我們基準面 這個蓋板我們讓它稍微可以動作一下 好 它剛好是在這個位置 好 在這個位置 我們把這些 這個一樣可以編輯 好 我們把這些 點一下 我們把它隱藏掉 隱藏掉 你就不會看到太多的 好 這邊 每個裡面都是可以去做編輯的 好 這個蓋板 這個 隱藏掉 隱藏 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 這樣的一個滑鼠 我們也來做個檢視一下 好 這個地方 OK 那我們還插一個滾輪 我們還插一個滾輪 這其實是不透明的 但是這個都會看下去 有點詭異 好 我們要插一個滾輪 滾輪的話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在這裡面 來新增一個滾輪 好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上蓋其實可以做移動 我們只要按移動零組件 只要不是固定的 好 我們都可以 任意去做移動 任意去做移動 當然它有一些固定的結合 我們之後再來 教大家怎麼做一些 結合的條件 好 移動 移動零組件呢 我們就任意去移動 好 然後我們的 基本上我們的 造型其實大概 大致上已經差不多了 好 那繼續 我們要做一個滾輪在這邊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好 我們還是一樣會用 我們要插入一個 新零件 新零件 這邊出現這個 固定 固定 那我們就要 我們一樣回到 這樣的一個頁面 給它一個頁面 好 我們要在這邊畫 所以我們要畫草圖 我們要在某個基準面上面去畫草圖 右基準面 這基準面剛好是在正中間 好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畫草圖 OK 好 我剛剛忘記做這件事情了 我先這個地方要這邊點一下 這邊有編輯零件 這個編輯零件 我們必須要把它按下去 它才是整個變藍色 變成一個可以編輯零件的狀態 好 剛剛講說我們要在 右基準面 來畫草圖 而且還要 朝上 好 現在的狀態呢 其實就跟我們剛剛所 所看到的是 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 那個滾輪的位置 所以我們要畫一個圓 換個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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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圓呢 我們可以把它移 移動下位置 從圓形中間來移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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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們來 我們 看一下這個位置 OK 好 那我們就一樣 做個滾輪 當然我們有個特徵 身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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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然不要睡那麼長 在這個位置 說小一點 四 那我們是兩邊 兩邊都是四 好 就 OK 好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滾輪 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就做了一個滾輪 在這裡 當然我們還是要有些圓角 圓角 圓角應該是2 應該就夠了 看一下 是否足夠 可以了 我們再加個圓角 繼續按Enter 我們這邊就按下右鍵 我們直接點這個好了 點起來之後 我的立足鍵就編輯完畢了 我的大致上的造型 就OK了 我們再看一下 那因為 基本上的滑鼠 你底部 到那個 我們現在這邊會有些縫隙 然後我們其實可以 有一片 遮一片東西 滾輪是不是應該可以再出來一點 其實滾輪是可以再大一點 好 我們修改它草圖 滾輪一樣 編輯零組件 這個滾輪呢 我們要修改草圖 讓它大一點 OK 好 正式於 正式於 我要這個地方要大一點 點一下 12 然後 往下一點 不然太誇張 好 好像有點大 C 就好啦 看一下 結束草圖 結束草圖 似乎 尺寸好像是比較好一點 結束零組件 OK 我們得到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滾輪 好 好 大致上呢 我們的造型 基本上這樣子就算 就算定了 那當然前面我們還可以繼續用 那個 我們可以新增零組件的方式 再畫一條線 好 讓這個 同學們可以再 另外再 另外再畫 然後我們這個呢 我們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另外再存個檔案 好 我們等一下 我們是要 另存的 另存新檔 好 存我們的 組合鍵 組合鍵我們就是 譬如說這是 戴爾 戴爾 的 Mouse 所以我們存了一個 它 所有東西都 都必須要存起來 它每一個零件都必須要存起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整個的形態 OK 我們的 滑鼠形態 基本上是都有了 就是 我們想說如果我們 我們這邊先存個檔案 好 我們這邊先存個檔案 好 好 先存個檔案